9月7日香港教育大学民主场上出现奉刺教育局赛富局长桑子之标语 舆论哗言 至今公众讨论需暂此缓和 实质暗潮汹涌 结果尚难疫了 学生一方固然 自便 公众一方则担担据事 等待较大调查结果 采取行动 大有磨刀霍霍姿态 对于年轻学子的许多表现 我颇感失望 面对一名桑子而经历伦常最大悲痛的母亲 哀经而密起 是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 怎能语以嘲弄呢 将贴奉刺标语召来评激后 有些学生牵扯其他前任教育官员 对于2015年以来大量学生自杀的反应 有的质比是赛副局长过去高度 政治化的言论和立场 学生如果够成熟 欲仿效东看末年范旁月但人物 态言澄清天下 大可展现优雅气量 混用西利池峰 在政治立场 官员操守等问题上一一说清楚 挑明大是大非 而不是在他人伤口上耍盐后 在牵挂且藤拉且其他无直接相关的事件 来合理化自身在人情 人道上的失格 我偶尔在校园听到同学谈论此事 憤慨之中还夹杂污言畏语 更觉难忍 一个受知识洗礼的人 应该培养辨明识理的能力 协助不具备此种素养的大众 凸显公共事务的大是大非 如今竟然至今下流 用粗皮的方式请口是知快 真是让人失望 大学生一旦留于用粗话来书粉 不但让逻辑思维 语言能力全部失能 更严重是让是非曲直全被隐没在装话之中 相理害到 莫此为甚 他们若妄想用这种方式辨明真理 恐中将被大众所唾弃 事件发生后许多严厉 撻伐年轻学生的官员 学者 社会言达 以及日日即急急忙忙冲进 教大向校方 私生抗议的教育团体 恕我也不敢恭维 有教无虑 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吗 既然是 无虑 那就不能预设学生都是圣人 都不会犯错 老实说 如果学生都是圣人 大学该关门了 真正的有教无虑 事不去预设学生可能 差 到 笨 到什么程度 仍能坚持不放弃 能帮他们改多少 尽量改 各界向教大师压要求严情 也必须考虑到 毕竟我们是教育机构 有别于执法单位 司法机关 反观自省 作为老师 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 也犯过不小错 有幸获得师长辈容量 得已有机会学习改过 活到今天这个岁数 我深信唯有律己甚严之人 才能真正懂得输道 懂得待人欢容 看到社会大众蓄势待发 再等待教育大学抽出原胸 准备予以严情 我其其以为不可 如果犯事者不是学生 那我没有立场评论 如果他们是学生 我们真要将犯了一次过错的 他们口珠不伐 退学 不拼估 全面封杀吗 万一那一天他们自尋短见 我们又将何以自处呢 难道一定要用 冷血 两个字 逼迫他们走投无路 才能够证明我们 热血 在此我呼吁社会各界 请让此事冷却下来 请让教育大学回归体制 好好去处理此事 教育我们的子弟 我时常对学生说 你们有一项无人能剝夺的权利 就是犯错 毕业后出了社会 你们犯了错 没有人会原谅你们 但学校不同 因为学校是教育的胜地 也是你们成长的原地 当然 犯了错就要有勇气承认 要有决心去改 这番话 由我任教于台湾大学 到今天任教于教育大学 讲了几十年 也许有人问 难道犯了尼天大错 也不追究吗 当然不是 学生犯错也有底线 由学生纪律委员会调查已决 如果真犯了校规而被退学 校长 校监也不能挽回 不过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我也要呼吁各界 即使事件到最后处理完不 也不要期望年轻学只能够一夜之间成为无瑕的原因 我们常说教育是百年数人 连父母子女都会有代溝 老师所说的话 又岂有可能句句都在当下立即发生效果呢 但一句黑骨铭心的话 却有可能在十年二年之后 让某一名平凡的学生领悟到另一层人生致理 而成为伟大的导师 也许有人质疑我对人性过度乐观 我要反问 作为教育者 我们有悲观的权利吗 两千多年儒家学说 孟子 姓善说 始终是主流 孙子 姓恶说 几乎没有史长 何故 正因为传统思道精神 永远对人性怀抱希望 我不敢说 这不灭的希望人人都有 在这不灭的希望人有 优优优独播剧场 也不会变成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